情蓝新剧先锋播,冲着高以翔去看,全被这剧情震惊了。 高以翔一座怪你过分美丽已经和大家见面了,对于这部剧粉丝期待了很久。 如今高以翔已经离开快七个月,但大家依旧没有忘记它。 而在新剧推出的第一天,剧方也很贴心制作了一个长达八分钟的高以翔纪念短片放在剧中。 不过本来很多人是冲着高以翔去看的,最后全被这剧情给震惊了。 这部剧根据未在同名小说改编,讲述了娱乐行业铁血经纪人墨向晚面临职场出老正。 在迷失中和觉醒中,重新寻回初心,成就自己的故事。 情蓝出演的墨向晚,与高以翔出演的男主墨北有不少感情纠葛。 但观众们讨论的最多的却是这部剧中的娱乐圈内幕。 另外还有流量一姐带新人,自家艺人组CP,为了推销林香,她为其争取到了一番的好资源。 还顺便让自己旗下的人气小生徐林与其组CP将其推出圈。